这是一个水表 水表告诉你用了多少水 手表戴在手上 告诉我们时间 这种车叫面包车 因为它长得像面包 这辆黄色的是铲车 铲车前面有个铲子 这条路两边都停着车 路边有一棵小树 这是一辆拖拉机 拖拉机是能拖能拉的机器 前面有一家店 店门口坐着一个女人 这条路很窄 两边都是房子 房子上挂着很多电线 这种线叫电线 电线把电送到家里 我们才能用电灯 电视 洗衣机 左边有一道大门 我向右转 我向右转 再向左转 现在来到了一条小巷子 小巷子就是很小的街 这是一家理发店 理发店是剪头发的地方 我们头发长长了 剪头发就叫理发 这里挂了几块肉 一篮子鸡蛋 一篮子鸡蛋 路口停了一辆面包车 路边有一个摊 摊是卖东西的地方 但是没有在房子里卖东西 店也是卖东西的地方 是在房子里卖东西 路左边这些就是店 这些是卖水果的地摊 把东西放在地上卖 就是地摊 对面来了一辆蓝色的三轮车 有三个轮子的车 叫三轮车 这些是电线杆 电线杆很高 电线杆之间的就是电线 这个男人在买东西 这是一家水果店 这些是玻璃门 这是玻璃柜子 三个学生在骑自行车 这些学生穿的衣服是校服 校服就是学生在学校里穿的 一样的衣服 又来了两个骑自行车的学生 上面是个停车场 停汽车的地方 前面是个篮球场 前面是个篮球场 打篮球的地方叫篮球场 踢足球的地方叫足球场 停车场 停车的地方叫停车场 路边放着几个垃圾桶 这是一辆货车 货车就是运货送货的车 车上的东西就是货 货车不是用来做人的 这种门叫卷帘 这种门叫卷帘门 可以卷起来 现在路的左边很阴凉 因为左边的房子挡住了太阳 路的右边很晒 所以我只能靠左边走 这又是一间理发店 这一排店铺 有的开着门 有的关着门 店铺门口挂着很多招牌 有些招牌上面有灯 可以发光 我已经走到了路口 小巷走完了 前面是大街 下次再见 道敬礼